竹北号定点捐血车于9月30日开幕 竹北市长何干明说 此定点捐血车是从去年2月份开始筹划 虽遇疫情影响 让此好事有所耽搁 但都一一解决 顺利在今年8月顺利市营运 今日正式接牌 捐血车附近也方便停车 请相亲踊跃捐血 新竹捐血中心表示 因疫情期间各种血型血液量都不足 随疫情趋缓 各医院病人也回流 目前捐血量赶不上医院用血量 除B型血液量外 其他血型都很缺 距离安全库存量7天 还有2到3天的差距 竹北号捐血定点车 自8月4日起 在竹北市县正9路135向前 也就是竹北免费公车 加勒福站的后方 提供捐血服务 服务时间是每星期的星期三 星期四以及星期五 早上11点开始到晚上6点 欢迎来竹北号捐血 他对方说明天的 microwave 按下6点钟 等下6点钟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感谢观看